女婿 凤九姐姐 凤九姐姐 你怎么变成这般模样了 小殿下她 在九重殿受了些伤 如今心力不济 你要好生照应着 明白 今日我宫事繁多 不宜多留 你带着他去找 折颜上神便可 记着 且不可让清秋 长辈们知晓 好 小殿下 真的不用小仙 帮你先医治脖子上的伤吗 不用 这些伤 我想让他自己好起来 小殿下多保重 凤哲姐姐 你怎么了 丢人了 丢了清秋的颜面 这又什么 你从小到大 丢人的事干得还少吗 在哪摔倒 就在哪爬起来 这还是你告诉我的呢 那个小敬尉 我的话你倒是记得了 见过折颜上神 回来了 我听说你被人抢去了皮毛 究竟怎么伤的 究竟怎么伤的 是哪个魔君 还是衣食三天 不关他的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 那就是衣食三天了 他 我是打不过的 但掀了太陈宫的屋顶 我还是能做到 要不要试试 真的不关他的事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是不喜欢我而已 他只是 到最后 都把我当做 一只不听话的 他只是宠物而已 东华帝君 一个没有福气的人 别哭了 你这个样子 让你小叔看到 他得多难过 若是被你姑姑看到 不用我去 他就会拆了太陈宫 白家人护短 你知道的 我给清秀丢人了 知道就好 以后面子 要一点点挣回来 怎么挣 这还不简单